弟兄姊妹 大家早 我們上一次講到一個巴比倫 叫做奧秘的巴比倫 今天要講第二個巴比倫 叫做偉大的巴比倫 到底這兩個巴比倫是兩個不同的巴比倫 還是一個巴比倫有兩個面向 這個在神學上到目前還是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不管如何 我們今天要介紹第二個巴比倫 或是第二個面向的巴比倫 這個巴比倫呢 他是用城市來表示來象徵 上一個巴比倫是用一個女人 一個很漂亮的女子來象徵 把他稱作大淫婦 今天的巴比倫叫做大城市 所以他的用的象徵的方法不太一樣 我們來看這個短片 就知道今天這八截聖經 我們能夠學到什麼 巴比倫是青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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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比倫 而是青島的 巴比倫是青島的 巴比倫是青島的 巴比倫 巴比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For She saith in her heart, I see the queen, and am no widow, and shall see no sorrow. Therefore shall her plagues come in one day, death, and mourning, and famine, and she shall be utterly burned with fire. 最後一句就是说审判他的神是大有能力的。 好,那这两个巴比伦我们来仔细比较一下到底他们同的地方在哪里,不同的地方又在哪里。 我们先来看他们不同的地方,那第一个他们的名称不一样。 第一个巴比伦记载在启示录17章,圣经说他的额上写一个字叫奥秘。 所以这个巴比伦叫做奥秘巴比伦,巴比伦的mystery,奥秘的巴比伦。 那我们上次讲到他代表的是偶像宗教系统。 那今天我们要讲的启示录18章所讲的巴比伦呢,叫做巴比伦大成。 那他英文叫做巴比伦的great,所以我把它换成伟大的巴比伦。 所以17章是用奥秘,18章是用伟大来描述他。 那象征他的也不一样。 那17章所描述的巴比伦是骑着一只怪兽的一个美丽的女子,叫做大淫妇的。 所以17章第三解析说,看见一个女人骑在珠红色的兽上面。 那么在18章讲的巴比伦呢,是兼顾的大城市,是用城市来表示。 所以一个是whole riding beast,一个是strong great city,所以用的那个象征不一样。 那么这个奇怪兽的这个大淫妇,既然叫淫妇,他就是跟世上所有的君王产生淫乱。 他是所有淫妇的母亲。 那么这个大城市,伟大的城市呢,他是所有全世界奢侈品的来源。 所以他们产生的结果也不一样。 一个是拜偶像的,妈妈就生了很多拜偶像的女儿出来。 这是所有的淫妇,这个是偶像崇拜。 那么这个大城市呢,他是让商人赚大钱,而且可以买很奢侈的东西的一个来源。 所以他们都是来源,可是他们产生的是不一样的。 一个是mother of horse,一个是source of luxury,所以一个是经济现象,一个是宗教现象。 接下来,他的酒杯里面装的是淫乱的污秽。 这边酒杯里面装的是真修,穿的是华美。 第17章说,他拿的金杯里面是盛满了偶像崇拜的污秽。 可是18章说,他是有真修美味,还有华美的衣服。 所以很明白的,两个系统所表现出来的是不一样的。 一边是偶像宗教系统,另外一边是金钱政治系统。 这边是fornication abomination,那边是lasting for delicacies。 这两个结局也不一样,那么那个女的骑着这个怪兽, 最后是怪兽讨厌他,转过头来把他吃掉。 所以他是死在他所骑的怪兽的手里。 关键要讲就是他掌控政治体系,后来政治体系缓过头来,把他反食。 所以你看到这个死角兽恨这个淫乎,冷落赤身吃肉, 然后把他火,把他烧尽。 可是这一个城市呢,却是被上帝亲自把他结束。 因为审判他的主神是带有能力, 所以让这个巴比伦大城结束的,不是人间的系统, 是我们天上的上主直接摄入,把他结束掉。 所以前面的那个巴比伦是cure by ten home beast, 后面这个是burned by Almighty God, 那这是不一样的地方。 可是当你坚持说这是两个不一样的东西的时候, 可是里面又有一些是一样的, 他们的一样是他们产生的影响是一样的, 他们对付的对象是一样的, 那么最后把他们终结的终极者也是一样的。 我们现在来讲一样的地方, 那17章就提到地上的君王都跟那个偶像崇拜结合起来, 所以这是跟他淫乱,还有列国都在他的影响下面都醉倒了, 这是17章所说的, 君王跟他行淫,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 所以偶像崇拜不是只有在领导阶层, 连一般的老百姓也都受影响, 我讲甚至连基督徒不知不觉还是会受影响。 那这边呢,这个大城市呢, 欸还是这样讲, 列国被他血淫的大怒的酒倾倒了, 君王跟他行淫, 所以这一点来讲就是对全世界的这个君王跟平民等于是普世的人类呢, 他们都有相当大的影响, 这一点是一样的。 另外一点一样的是, 他们对基督教是不能忍受的, 他们两个系统都要迫害基督教, 所以呢, 两边都提到他们留圣徒的血, 他们留先知的血, 或是为耶稣做见证人的血。 17章第6节说, 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 还有为耶稣做见证的血。 第18章告诉我们说, 先知圣徒还有被杀的血在这城里看见, 所以这两个也是一样的, 他们影响了全世界的人, 他们对付神的子民, 神的子民在这两个系统下面都要吃苦。 最后, 虽然一个是被那个死角怪兽吃掉, 可是终极来讲是神借着这个死角怪兽把他审判, 所以把他终结着最终来讲, 还是我们的上主, 那个拿个七个碗的天使一个对约翰说, 这个大淫妇所要受的刑法, 这讲的是神给他的刑法。 然后第18章第8节说, 审判他的主神是有能力, 所以他们两个都是被上主审判, 那我们看到有五个不一样的地方, 他好像看起来不太一样的是两个系统, 可是或许是一个实体当中的两个层面, 一个是偶像宗教的这个下面, 一个是经济政治的下面,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这个经济政治的下面, 那我们详细看圣经怎么开始的, 他说有另外一个大有全能的天使从天降下来, 这是一开始这样讲, 那既然说另有一个代表本来就有一个, 那本来那个是在17章, 这个是第14章, 等一下我们看17章, 第17章一开始说七个碗的天使, 其中有一个来告诉约翰, 关于这个宗教的这个巴比伦, 然后另外一个天使从天上下来, 这个另外一个天使呢, 我们猜可能是14章第8节那里提的, 三个天使的第二个天使, 为什么我们敢这样讲呢? 因为那个天使讲的话, 跟这个天使讲的一样, 就是这个巴比伦大城青岛的青岛了, 这一句话是一模一样, 所以有的学者说, 那个第二个天使, 另外一个天使可能就是14章第8节的, 三个天使当中的第二个天使, 因为他们讲的话是一样的, 这个天使刚从天上下来, 所以呢, 他全身发亮, 地上就被他照亮了, 这是第二句话所讲, 他对这个地上的影响是, 地因为他的荣耀就发光, 就光起来了, 为什么呢? 因为在第5个天使到晚的时候, 这个地球变黑了, 所以大家乌七妈一片, 上面有一个天使突然很亮下来, 就好像把地照亮了, 记不记得摩西到西乃山上, 在耶瓦面前40天, 拿到那个石板下来的时候, 他的脸花亮, 所以有人说, 这个天使就是在上帝面, 在天上面, 刚刚跟上帝讲完的话, 上帝交代他要讲什么话, 他才下来, 所以他的脸跟摩西一样也花亮, 代表这个天使不是带有能力, 是在天上跟神很亲近, 跟神交通完以后, 要把神的话带到地上来, 所以才有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描述, 然后照亮呢, 就讲的第一句话, 就是巴比伦大城青岛以后, 就是十分的荒凉, 到一个程度, 里面不能住人, 只能住那个不洁净的动物, 跟不洁净的灵, 他用这样讲, 他说巴比伦青岛以后呢, 剩下鬼魔, 污秽的灵, 还有污秽的雀鸟, 旧位圣经常常用这样来描述一个城市, 完全被摧毁, 荒凉到没有人敢去, 我们叫做鬼城, 如果你要讲的话, 在美国那个沙漠地带, 有个叫鬼城, 就是Ghost Town, 那里面没有人敢再去住, 都是那些沙漠的一些奇怪的动物, 就住在那边, 大概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呢, 他完全的被摧毁, 所以住在里面的有鸵鸟, 有野山羊, 有豺狼, 有野狗, 这些表示都是, 不是人类能够接触的动物, 是不洁净的, 是大家害怕的, 像蝙蝠啦, 这样的东西, 用这样子来描述, 这个城市是完全的荒凉, 好, 那这个巴比伦对世界的影响是很可怕的, 他影响到全世界的经济体系跟政治体系, 这里就这么讲, 说, 君王跟他形影, 君王代表政治体系, 再来是客商因他花财, 所以这个稍稍点了一下说, 这个世界将来是商人跟政治家, 可能会为了彼此都要赚钱, 可能会挂钩, 那我们现在台湾在处理的问题, 一大半是这个问题, 就是有权跟有钱的人, 他们会想办法, 来避开系统的监督, 然后来大家都牟利, 因为他提到, 君王也对他很有兴趣, 那客商当然很有兴趣, 因为商人就是要赚钱嘛, 商人要赚钱, 就要跟政治家要有某种的交往, 才方便赚钱, 这里有提到, 在世界末了的时候, 是这样的情况, 你看, 这个商人就是把东西运来运去, 然后这个卖那个你是出口进口, 所以呢, 最忙的那个商人就是物流, 物流业就是, 哇, 最好是全世界的东西搬来搬去, 搬一次他就赚一点钱嘛, 搬来搬去搬来搬去, 那结果呢, 赚钱的是国王, 所以你说他用抽税的, 你有一个买卖房屋买一次, 政府就抽一点税, 这还是正当的, 那有一些政府不是啊, 上面抽税, 下面他也抽他的下面的税, 给你方便做生意, 或是某个生意, 只有独门给你做, 那就对价关系就过来了, 就开始有这个, 因为货物进出国民充足, 这个没关系嘛, 商业发达大家赚钱嘛, 可是最后是均往丰富, 拿红书说他们是抢钱啊, 他们是抢钱啊, 那当然倒霉的是老百姓啦, 企业家赚钱, 政府官员这个政客赚钱, 可是钱从哪里赚, 从老百姓的皮包里面赚出来的, 另外一个天使就, 或是另外一个圣经在天上, 就告诉基督徒说, 这样的城神要灭亡的, 赶快跑出去, 否则你会倒霉, 你会跟他一起被神审判, 所以呢, 第一个天使描述这个城受审判很荒凉的情况, 而且呢, 他们受审判的理由是因为政商勾结, 给大家抢钱的情形, 以后呢, 另外一个声音就出来了, 天上另外一个声音说, 我的名啊, 赶快跑出来, 不然你也会跟他一样去抢钱, 你会跟他一样, 那结果你也跟他一样遭殃, 好像罗德他在所多玛那边, 天使就跟他说, 耶和华要火烧大城, 天火焚尘, 就告诉他, 你赶快跑, 否则你也会被烧死, 那罗德呢, 因为在所多玛已经买了皇帝禅, 要跑实在是舍不得, 所以呢, 他就在那边, 这支悟, 这支悟, 天使晚上跟他说, 叫他跑, 他也没有跑, 到天亮, 太阳要出来, 耶和华已经要火烧的时候, 他还不跑, 还在那边想说, 这个怎么办呢, 保险箱的东西要拿不拿呢, 那结果天使就把他的手一抓, 把他推出去, 拉着他跑, 他老婆跑得比较慢, 想到有一个房子还没有弄好, 回头一看, 刚好火下来, 他就变成炎柱, 就站在那边, 很清楚就是, 最后神审判的时候, 神不要我们, 跟这个, 追求金钱至上的, 这样的一个价值体系, 有所瓜葛, 否则, 就算你是基督徒, 你也会受审判, 耶利米书五十一章第六节说, 赶快跑吧, 从这个耶和华要审判的, 赶快跑, 救你自己的命, 否则, 你会陷在他的罪, 你跟他一同灭亡, 因为耶和华要来施行审判, 这个我们看到, 一个人怎么会掉到这个处境的一个基督徒, 第一个, 那个罗德就渐渐的搬到所多马, 就是靠近, 第二个, 他就慢慢的被他们同化, 你知道他碰到问题的时候, 甚至要把他的女儿拿来给人家强暴都没关系, 他的整个价值体系, 已经被, 不知不觉被同化掉了, 后来神审判的时候, 他也一起会被烧死, 如果不是天使, 把他推出来的话, 他就一起接受审判, 那你不要想这是罗德, 其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是罗德, 因为我们泡在这一个, 大家是为浅是旺的, 这样的一个价值体系, 基督徒要不受影响也很不容易, 所以天使只好大叫, 所以你们要小心, 到最后, 大家什么都不要, 只要钱, 只要钱, 不管用什么方法, 政治用政治的方法, 商人用商人的方法, 一般的老百姓, 一般老百姓的方法, 他说全地都醉了, 醉在这个金钱主义的影响下面, 这样的影响到一个程度, 圣经说, 罪恶滔天, 就是他的最后已经顶到天上, 那我当想到这个顶到天上, 圣经只有一次就是那个巴别塔, 他们想要滔天, 可是他没有成功, 他还没有到天上呢, 耶和娃就下来把他们的语言打乱, 让他不成功, 后来我今天在准备讲到, 耶和娃让他们不能滔天, 其实是恩典, 因为他们最后滔天神就审判, 就全部都死光光, 神就拦阻他们做这样的事情, 好让他们还有活路一条, 所以把他们的语言打散, 他们就到全世界去了, 很有意思喔, 可是在这里神就容许他滔天, 就下来审判, 神记得他的不义, 首都马俄摩拉的罪也是一样, 耶和娃说, 他们的声音我在天上都听到了, 耶和娃不会轰声的出来, 他不会这样, 他还亲自下来看, 看, 是不是真的这样做, 结果看的真的是这样做, 耶和娃就下审判, 所以耶和娃是一个很小心的法官, 他要确定这个罪证确确确以后, 他才下手的, 他不是一听然后就下手, 以色拉在他的圣经写道说, 我的罪内灭灵, 我的罪恶滔天, 他了解自己犯的罪其实是很大的, 需要神的怜悯, 当这样的一个大的罪恶, 害死那么多人的时候呢, 这个天使就向上帝祷告, 说这个人很坏, 你应该用他的方法来对付他, 这样才叫公平, 那这就回到, 这个叫做以眼还年以亚还亚的, 报复性的公义就出来了, 所以启示录十八章第六节, 这个天使还是这一个天上的声音, 就向耶和娃向主说, 他怎么带人你怎么带他, 这个其实也叫黄金律你知道吗, 就是你要人家怎么带你就怎么带人, 这个可以有正面的意思, 也可以有负面的意思, 我们说如果你要人家尊重你就尊重, 这是正面的意思, 这个谎过来说, 如果你怎么欺负人家, 人家就用你的方法欺负你, 那这个变成负面的意思, 在这里完全, 我们叫the law of reciprocity, 相互律, 这个是一个公义的一个原则, 他说他怎么对付别人, 你就这样对付他, 好,这句话很好玩, 按他所行的加倍报应他是这样的, 刚才在那个看那个卡通的时候, 如果你注意看, 注意听的话, 他说pay back to hurt double, double hurt double, double hurt double, 意思是这样, 他对人家尊重啦, 他给别人都是两倍的, 所以上帝要记得要用两倍还他, 所以并不是说他给人一倍, 你赔他两倍, 没有过分处罚的问题, 因为我在看来看, 就是说pay back double hurt double, 所以他对付别人, 是用很厉害的方法去对付别人, 所以这个天使就跟耶娥说, 你应该按照他怎么对付别人, 用同样的方法, 所以我叫做以其人之道, 管治其人之身, 这是一个解释, 另外一个解释是旧约说, 如果你拿了不该拿的东西, 你不能只有我投你一块钱, 还你一块钱, 然后这样不算, 你要赔两块钱, 所以这个是两倍, 所以在这个double hurt double, 这里有两种不同的解释, 基本上就是他怎么样, 你就应该这样子来对付他, 在耶利米斯五十章二十九节也是这样讲, 说攻击他, 照他所做的报应他, 他怎么带人, 就这样带他, 因为这一个城相当的狂傲, 这个在旧约, 或是在律法学, 叫做lex parionis, 就是公平的报应, 如果用英文来讲, 叫做报应性的公益, Retributive justice, 那这一个, 这个天使跟耶和华说, 你就公益的要报应他吧, 可是要被报应的这一个城呢, 他还在那边自我感觉良好, 因为他的钱呢, 使鬼推磨都没问题, 他钱只要够多, 政府听他的话, 商人听他的话, 什么都听他, 所以他觉得说, 我这个绝对不会倒的, 这个系统一定永远下去, 所以他一直很骄傲, 他怎样荣耀自己, 怎样奢华, 叫他痛苦悲哀, 因为他说我已经王后, 所以国王是别人啊, 他说我是王后, 然后呢, 我不是寡妇, 我不会悲哀的, 所以他很有自信, 在以赛亚书说, 我是祖母啊, 我喜欢party, 我住得很好, 我绝对不可能死孩子, 也不可能死老公的, 哪里知道一天里面, 什么事情都发生了, 他的所有都不见了, 以前是人都满满的, 现在一个人都没有, 以前是大家尊敬的, 现在大家都跑掉, 以前是王后, 现在是进贡别人, 在这里我们看见, 这一个体系有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他自己夸耀自己, 他自己夸耀, 自己celebrate自己的所有, 第二个是, 他奢华, 他浪会, 他走进这个叫消费主义, 自己的那个享受, 过度享受, 再来是, 他有一种奇怪的安全感, 他以为我这样绝对没有问题, 所以他有3C在里面, 那这个天使就跟耶和华说, 虽然他是这样子, 你要审判他, 审判都快来呢, 他说一天里面就来, 那一天, 我们下一次会讲到, 其实后面的人就说一个小时, 代表呢, 很快就来, 不是24小时, 是很快的意思, 那记不记得那个, 这个博撒撒, 这个巴比伦国王啊, 这个尼布贾尼撒的孩子啊, 他就是这样奢华, 艳乐, 因为他老爸建了一个大帝国, 他赚了很多钱, 然后就在那边用金杯喝酒, 那他在艳吟的时候, 有一只手伸出来, 在墙壁写咩咩咩咩咩, 他吓一跳, 那是什么东东, 就请丹尼里, 丹尼里就欢迎给他听, 结果那天晚上, 波斯马带就把他杀了, 不过20小时, 一天以内, 他的国王, 国度就结束了, 所以呢, 臭烂代替心香, 绳子代替腰带, 光凸代替梅法, 麻衣代替滑虎, 所有的东西, 在很短的时间内, 我们叫做完全的变掉, 所以他叫, 迷你迷你, 提克勒, 乌而发心, 乌而发心, 迷你就是神已经, 算你的日子已经到了, 提克勒就是, 蹭起来你重量有问题, 有亏欠, 乌而发心就是, 你的结局就是被波斯跟马带, 所刮分, 那这个是很短的时间, 那天晚上, 这个国王就被砍头了, 这个叫做Raw Reversal, 本来是很光鲜亮丽的, 现在变得很难看, 很凄惨, 还有很快, 那么, 那么, 我们就要问一个, 那耶稣要再来, 到底是很快还是很慢? 从现在的耶稣教来是很慢, 耶稣决定要来就很快, 就是这样, 所以他也很慢也很快, 你们要记得这一点, 好, 那我们今天呢, 可以学到几个属灵的功课, 第一个是, 现在台湾或是全世界, 我想包括美国, 都要面对的问题, 就是政治权力跟经济力量结合, 然后让老百姓吃苦的, 这个问题, 然后找到这一张, 这个卡通, 他说, I now pronounce you money and politics, you may kiss the candidate, 意思就是说, 从现在开始呢, 这个政客跟这个企业家就可以结婚, 成为夫妻, 你们就可以相亲相爱成为一体, 涂抹各自的好处, 所以君王跟他行淫, 客商也靠他花钱, 所以政治跟经济体系结合起来, 开始他们用什么方法, 他们用贿赂的方法, 用索贿的方法, 他用操控媒体的方法, 用让老百姓被欺骗的方法, 用不公义的司法体系, 用警察, 用法官, 来达到他的目的, 整个社会的系统, 都被这个金钱主义走弥漫, 没有人跑得掉, 包括小老百姓也一样, 你看, 首领贿赂就靠贿赂来审判, 祭司是, 你给他钱他就帮你讲话, 所以牧师还是要给钱才会讲到, 意思是这样, 然后, 他们嘴巴说我依赖耶和法, 其实呢, 他们是依赖钱, 就是看钱办事啦, 拿钱办事, 这一张更好玩, 这一张看那个, 哇, 这个钱当中那个生菜这样, 晃到嘴巴大口大口吃, 他的英文是说, Our current form of capitalism has no concept of right and wrong. It only recognize what is profitable and what you can get away with. when you have the government, the media, the military, and the police, on your payroll, you can get away with pretty much anything. 简单来讲就是说, 当我们都是被资本主义操控的时候, 这个世界没有是非, 只有获利, 政客也好, 企业家也好, 警察也好, 任何人都好, 他只要说我怎么做, 对我有利, 我就做, 他不管是非, 他只管赚赔, 在这种情况下, 政府, 媒体, 军方, 警察, 都是一个系统的, 那这个世界就, 你就逃不掉, 你被包在那里面, 好, 所以呢, 天使就跟他上帝的子民说, 你不要被这个系统吃进去, 赶快跑出来, 那赶快跑出来, 是不是像这一张图讲的, 就是我们就远离红尘, 到沙漠去盖一个修道院, 那这样才叫跑出来呢, 到底, 上帝要基督徒, 离开这个体系吗? 你离开这个体系你也活不了啊, 因为你要买东西, 所有的东西都在这个体系里面啊, 那难道你要不使那些活自己到很远的地方自己种菜, 自己吃什么都自己弄, 诶,是有一些人这样做, 就是自己弄一个社区, 就是, 不管这个世界, 美国有一群人叫Amish People, 他们是这样, 他们不交税, 他们不拿社会福利, 他们认为这个是败坏的系统, 是有少数人这样, 大部分人是没有办法, 像我们有很多孩子就在家里教, 就不给学校教也是一样, 我们叫Private School, Home School, 就是我们不相信这个教育体系 会把我们孩子教好, 那有的人人经济体系也不相信, 那到底是这个意思吗? 然后我后来我看约翰17章, 耶稣要死以前的一个很长的祷告里面, 好像他不是这个意思, 他说出来, 不是说不要住在里面, 而是说不要被同化, 你要敢跟他们活的不一样, 所以耶稣的祷告说, 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 只是脱离罪恶, 换句话讲, 你必须要在这个系统里面生活, 为什么? 因为这个系统还是上帝想要救的, 里面的人, 所以基督徒如果都跑光的话, 这些人就没有希望, 你需要在里面, 可是你要活的不一样, 所以你会倒霉, 你会受苦, 你不属里面, 可是你是住在里面, 所以你要怎么办呢? 因为你要靠神的话, 让自己过成圣的生活, 基督不只不叫我们出来, 他还叫我们进去, 所以这一个出来的意思是, 不要被同化, 但是你要跟他们在一起, 怎么叫被同化呢? 不要贪, 贪钱, 如果你贪世界的东西, 像眼目的情欲, 肉体的情欲, 今生的骄傲, 我想眼目的情欲, 现在最好的应该就是iPhone吧, 对不对? 他什么都没有, 他只有刺激你的眼睛啊, 你到台北任何地方看, 大人小孩老人, 任何人都是一个, 不停的那个, 甚至被杀了, 还不晓得被水杀的, 因为他忙着在看这些刺激, 这个我不是说不对, 只是说, 这种刺激你的四神经, 让你得到满足, 是现在的人要面对的问题, 所以现在有人说, 这个蓝光你眼睛会不好, 晚上会失眉, 有很多医师开始提出警告, 我不知道我们的消费行为会不会改变, 因为那个实在是太方便了, 连我自己都是, 一天到晚就背一个东西在我这里, 而且越背越大, 因为人越来越老, 眼睛看不清楚, 所以就, 那加倍的奉还, 我刚才已经讲过, 第一个意思是, 没有加倍, 只是照他的, 赔他而已, 这是诗篇23篇说, 照他所做的, 报应他就好了, 可是在耶利米说, 加倍的毁坏, 那我后来查到, 初来几句说, 如果偷人家的牛乳羊, 那就要赔两倍, 换句话讲, 这一个经济体系, 是用不正当的方法, 偷老百姓的钱, 抢老百姓的钱, 所以, 如果照就位的方法, 他们将来要两倍的赔偿, 那个事情要发生很快吗? 很快, 就是, 眼睛眨一下, 用这样的表示, 刚才我说用一天, 有的用一个小时, 下一次我会说用一个小时, 现在就说一眨眼之间, 就发生了, 我们今天念的是一天以内, 事情就发生了, 可是在哥林多前世, 是一刹死, 眨眼之间, 要一刹那, 耶稣再来的时候, 再来结束这个, 金钱至上的世界的时候, 是像闪电一样, 那一天, 东边有闪电, 西边马上就有, 代表很快, 你会来不及, 快到一个程度, 你不要等到看到闪电才要跑, 你跑不过闪电的, 你要先预备好, 所以耶稣基督亲自告诉我们说, 那一天会来的, 你不要到那一天才要改变, 你要趁那一天还没来, 就赶快改变, 脱离这个体系, 耶稣用两个故事, 一个叫挪亚的日子, 人照样吃喝驾取, 可是挪亚进荒州那天, 洪水就来了, 一个都逃不掉, 只有, 有来得及到荒州里面的, 八个人得救, 罗德也是一样, 所多玛城的人照样买卖, 种田的去种田, 盖房屋就盖房屋, 一切都一样, 可是罗德出城的那一刹那, 火就下来, 一个也跑不掉, 换句话讲, 耶稣苦口婆心的告诉我们说, 你不要等说, 到那天我再悔改, 会来不及, 所以趁有今天把握机会, 你要做两件事情, 一个是进荒州, 荒州代表耶稣的话, 你要愿意进到耶稣的恩典里面, 这是一个你就被称义, 第二个是你要出所多玛, 所多玛是一个罪恶之城, 你不要跟他们一样, 所以你不要只有受洗, 到教会就好, 你还要脱离这个行为上, 脱离这个罪的行为, 你才会得救, 所以挪亚的日子, 让我们信耶稣能够称义, 罗德的日子, 让我们依靠圣灵, 可以过成圣的生活, 这样你才能够得救, 我们低头来祷告, 主耶稣我们活在这个世界, 我们睁眼一看, 全世界的人都是唯利是途, 甚至包括我们自己, 所以我们慢慢的失去了, 追求公益慈爱, 这样的一个态度, 特别是这世上有权, 有钱的人, 他们更结合成一个大的体系, 他们贪得无厌, 他们要用各种方法, 合法不合法的方法, 就是要赚更多的钱, 主啊你在圣经告诉我们说, 这一只大怪兽, 这个巴比伦大城, 耶和法有一天会审判, 而且是很快的审判, 主啊让我们不会只是, 为我们的手指头, 指我们的政府, 指我们的企业家, 因为我们自己也会还醒自己, 我们是不是不知不觉, 已经被纳入这个系统, 还沾沾自喜, 以为我是基督徒, 耶稣带来的时候, 我一定会得救, 一定会上天, 求主保守我们, 让我们像耶稣的祷告所说的, 我们是在这个世界生活, 但是我们是不属这个世界的, 我们有这个勇气, 活出跟世界不同的, 让我们的价值体系, 是被耶稣的爱来掌管, 不是被唯利仕途的这样的一个想法来掌管, 我们在你的面前同心祷告, 往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